本节目由上期荣威D5X DMH独家赞助播出 公元前307年战国时期 强敌桓子之中 身居北方的赵武陵王决定向游牧民族学习 建立骑兵 他将原本宽袍大袖的军服改为胡人短装 以适合骑马作战 面对朝臣们以为犹如华夏之风的责难 赵武陵王凯然道 誓语俗话而礼语辩句圣人之道也 胡福齐舍让赵国迅速崛起 这段记载在战国册中的史诗 其背后开放包容的气度 历经千载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展开历史的长卷 从赵武陵王胡福齐舍到北魏项文帝汉化改革 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进汉歌 从佛教东传到医儒会通 正如习近平所说 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 血缘世信 宗教信仰等 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 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他所孕育出来的灿烂文明 在多元包容中越发生机盎然 他以坚收并蓄的博大胸怀 在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建中 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贡献出绵延不断的强大智慧和磐礴伪力 我是张伟 江湖人称馒头大师 我是一个历史科普作家 爱跟人聊故事 说历史 由人构成的历史 在交融沟通 或者背离争斗中 走向不同的命令 文明也呈现出不同的温度 这一次我有幸走访祖国的万里疆土 寻找中华文明的宽和 广播究竟是从何而来 而我的寻访 是从一封玉故族的邀请开始的 我记得很清楚 感谢感谢 我收到你这个情景 欢迎您 谢谢 我刚刚看了那个 现庆的那个仪式啊 非常热闹 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赛马 尤其那些小伙子 骑着马 从我面前哗哗哗过去的时候 其实心情就特别激动 马是不是和你们玉固族 是有特别的关联吗 是的 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我们玉固族呢 是一个游牧民族嘛 我们也称为马背上的民族 韩英告诉我 玉固族的先民 可以追溯到唐朝时候 游牧在厄尔魂河流域的回魂 他们曾在新疆和河西地区 多次迁徙 最终定居在了 麒莲山脚下 这片美丽富饶的地方 这里有冰川雪山 森林草木 沙漠戈壁 还有丹霞丘 多元的地貌 滋养出交和共融的路 我们接下来可以带您去 这个玉固族特色村寨 海映老师 你的玉固族的名字叫什么 我的玉固族名字叫 Jia Sen Jia Sen 对 说得很标准 这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我的父母亲呢 希望我有一个好福气 好运气 这个意思 就是好运这个意思是吧 对 玉固族它有自己的文字吗 很遗憾 我们的文字已经失传了 现在我们所有的民族文化 都是通过口口相传的 这样一个形式流传下来的 像我的孩子呢 在幼儿园 在小学的时候 都有上玉固族语言课 这里就是我们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 有偶尔部落 柯老师您好 您好 您好 这位是我们的国家级非议传承人 柯翠玲老师 对啊 今天刚刚我们在旁边看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仪式非常热闹 这是一个什么仪式呢 我们做的一个传统婚礼的仪式 玉固族呢 接婚的时候才会戴这样的头面 这样的帽子 它是非常高贵的一个感觉吧 对这样的装饰品这些呢 都是我们的父母 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财富 所以我们的头面 也被叫做可移动的银行 都是很珍贵的 都非常珍贵 那新郎新娘在你们结婚的 这个传统仪式里面 是穿白色的衣服的是吗 我们不穿红色 看绿色 白色 蓝色 霉红色 我们说像云彩一样的漂亮的衣服 那么绿色呢 就是我们带着生机 带着希望 走进了新的家庭 我们下面呢 还有一个名次宴 我们要请你们远方的客人 去参加 哦 太好了 正好肚子有点饿了 谢谢 好 谢谢 对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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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不出来了吗 谢谢 谢谢 下面呢 我们这个先要喝茶 我们的羊肉来了 看到了 厉害厉害厉害 对不起 我感受了 好言声是 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很过瘾 嗯 这是我先生 旁边是我儿媳妇 我们家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家庭 我的女婿是个汉族 儿媳妇是藏族 我们两个是玉谷族 宿南县其实这样的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家庭 是很多的 很普遍的 宿南县是三万多人口 有二十一个民族 除了玉谷族之外 还有汉族 蒙古族 葵族 土族等各个民族 也是一个大民族的融合 像宿南县 它其实也是咱们甘肃省 这个多民族融合的一个缩影 我们非常熟悉的福西大典 庆典仪式 每年的六月 全球的华夏儿女 年皇子孙 都会在这一天去祭奠人文十足福西 在这个仪式当中 大家也能感受到华夏文明 有个共同的认知 我们都是年皇子 是的 然后从中也可以汲取到力量 玉谷族的独特 让我感受到中华民族的绚烂多彩 宿南县的多民族融合 更让我感受到 和尔不同之上的和宁唯一 一个和字 道出了中华文明 不断衍生发展 生生不息的内在逻辑 也造就了世界多元宗教 在此和谐共存的圣经同卷 这一站的寻访 我将从新疆齐台县 一座唐朝时期的小城考古 开始说起 杨老师 你好 你好 我是张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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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队员们 现在是在开决什么呢 这是我们今年 二零二十四年的一片发掘区 通过我们队结构的判断呢 综合来说 我们推测为 整座佛寺遗址的大门 整体的结构 也是我们在新疆地区 见到的一种 比较典型的这种佛寺遗址 唐朝墩遗址 位于天山北路的 东西交通要道 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 七年多的考古发掘 确认了这里是 唐代亭州 普类县县制所在 这里不仅有 宽敞气派的唐朝院落 罗马市的公共浴场 小城中央还挖掘出一座佛寺遗址 以及一座与之并列排布的井教寺 前面这条坡道呢 就是原来井教寺院的一个西门 它的年代大体上是高尚回湖时期 然后咱们前面这处建筑呢 其实就是井教寺院的一个主体建筑 就是咱们理解的这个教堂 这个墙面上原来也都绘制有壁画 现在我们已经揭取到室内了 综合判断我们推测 它绘制的就是耶稣的这个形象 比较有意思的是 就是当时耶稣进耶路撒冷 按照圣经的记载 它是骑驴进的耶路撒冷 但是在这个传入我国之后呢 这个壁画中绘制的这个耶稣形象 就变成了一个骑马的形象 从驴到马 其实是表现了一种宗教 在传播过程当中 一种中国话的一种演变 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么在这样一个边陲小镇 就出现了一个佛教和井教并存的一个现象 整个天山北路地区 它是在这个山河这个沙漠之间 存在着一条绿洲廊道 唐朝敦古城遗址呢 就成为了一个四处之路东西交流的 一个很重要的药充之处 很多不同的人群在这里往来 就是说带来的不同的宗教在这里并存 反映了当时整个天山北路地区 呈现的这种多元共存 实际上文化繁盛的这样一种社会场景 从陆上丝绸之路到海上丝绸之路 沿途的风景从广袤无垠的沙漠 变成了炙热潮湿的海风 这里是福建泉州 千年前宋元的繁荣 化为如今遍布泉州各角落的文化遗寸 既有繁华烟火 又显得超凡脱俗 不同的宗教在这里传播 和谐共处 这里是世界宗教博物馆 这里半成烟火半成仙 探访泉州的第一站 我们来到了开元寺 丁文长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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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疼我是张伟 实践于唐锤拱二年的开元寺 兴盛至今 四门前的银帘 镌刻着南宋理学大家朱熙 对泉州的评价 此地古称佛国 满街都是圣人 代表泉州这个宗教多元并存 那为什么开元寺座为代表呢 咱们泉州开元是由多元文化融合的奇观 这里面有两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首先是大雄宝殿里面的五方佛 这个是密宗的规制 另一个呢就是大雄宝殿 有印度教的元素融合在里面 天花顶上面有24尊的妙音鸟 我们全都本地人都把它称为飞天 它同时呢又融合了基督教的天使 还有敦煌的飞天 飞天的手上捧的东西 有各种各样的 有的是笔墨子燕文房世宝 它也是结合了中国本土的这个 还有就是它手棚的乐器 所以我们都笑称说 哎呀这些飞天都可以组成一个南游乐队 在大雄宝殿后延 有两根十六角形的印度教石柱 它是非常典型的 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一个结合 大雄宝殿的东西两侧 郑国 仁寿 双塔处理对望 这是中国现存最高的孪生石塔 汉湖形象 佛像雕刻 飞天月记 师生人面等域外题材 巧妙融入建筑之中 你看一下这些佛像有没有看出来 哪一幅有所不同跟其他的雕刻 看得出来吗 有一点点残损的 你指的是右边那种吗 对对 右边的这个 是不是有点像猴子 对 是有点像猴子 对 但是我们全州人都觉得特别逗的 就佛形者的形象会跟这些佛像放在一起 为什么呢 有的学者说孙猴子的人形 可能是来自于汉鲁曼的这个形象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呢 现在无惧可靠 但是比较有趣的是说 印度教的神猴跟我们中国的孙行者 在泉州相遇 不仅相遇就篆刻在了这个石塔上面 泉州的宫庙大多挤在旧城区 古巷众多的民居之中 门庭狭小却从不冷落 离开开园寺走在西街上 在转角的巷子口 我们偶遇了一位大哥公 神灵不怕巷子生啊 转角遇见神 传说当中呢 这个大哥公是一个孝子 听说他母亲生病的时候 就非常着急赶紧要回家 去那个探望母亲 结果呢成门关了 他母亲过世了 没有看到 所以他就嚎啕大哭 他就是变成了一个 非常喜欢哭的一个神灵 民间的这些民众呢 把他保护起来建了一个小宫庙 这个就是大哥公的一个传说 无论是本土的民间信仰 还是来自藩邦一国 泉州人对神明如同对待朋友 这或许就是这么多的神仙 愿意挤在泉州暗家的原因所在 搭乘泉州小白车 我们来到了图门街 千米长的纵观线上 符文庙 清静寺 观地庙 比临而举 这边就是观地庙 我们也叫做观岳庙 祭拜观公和岳飞的道教的寺庙 所以它的香火非常的旺 像我们前面呢 在往西两三百米 那边有一个清静寺 阿拉伯文就记载的建这个寺庙的时间 是在公元1009年 那从我们文献的记载 建筑的构建 可以发现当时的泉州 应该有六七座的清真寺 后来只有这一座保存下来 真的很有代表性 从陆地走向海洋 从历史走向未来 这座半成烟火半成仙的 事宜之城 是一张鲜活的名片 让人们看到 来自世界的不同宗教 如何在中华文明的大地上 多元共存 位为奇观 云南腾冲 中国的极边第一场 我与茶马古道 与南方丝绸之路的交汇之处 是中国通往南亚和中亚的 重要商路之一 这一站 我来到了腾冲的 和顺古镇 行走在和顺古镇 这里虽然是西南边陲 但是仿佛置身在江南小镇 触目之处都是灰派风格的建筑 但是我身旁的这座建筑 却有些不同之处 在中式的风格中 透着一丝洋气 究竟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在这里顺道认识了一位 90后青年学者 刘荣浩 和顺古镇可以说是最早走一方的 它在建盖宗祠的时候呢 就运用了西洋风格 我们所看到的样式呢 就是叫罗马式建筑 和顺古镇有八大姓氏的宗祠 其中寸氏宗祠是修建最早的一家 寸氏族人早年走一方 入眠经商 打开了眼界 带回了材料 建造了中西河壁的寸氏宗祠 这座祠堂是不是 这座古镇上面 风格最特殊的一个地方 也还不是 最特殊的还是我们的 弯楼子民居 体现的就是我们和顺 近代商人 而且是富商的居民生活 为什么要叫弯楼子这个名字 弯楼子呢 是因为它的这个房屋样式 沿着向道的曲线而建 所以叫弯楼子 就是在外形是弯的 这里面别有洞天啊 弯楼子是和顺富甲一方的 李氏家族的家宅 独此一处 也是永茂和商号所在 英国的铁窗 美国的寡舟 意大利的玻璃 遍布老宅的西洋物件 与中西河壁的建筑风格 都显示出这个家族 曾经的英式富足 这个东西有点意思啊 可以猜一下这个是什么 我看这上面有点像电磁炉那一圈圈 它是不是个炉子 对 准确来说 它应该是一个西式的一个烤箱 上面就可以啊 比如说烧水啊 做饭啊 烤面包 还可以做咖啡 像我爷爷的那一杯啊 就很喜欢喝咖啡 所以和顺人就有非常西式的生活习惯 那么接下来我带你去看一个很重的大家伙 哦 好 好好 哦 这个是个账房 对 这是个账房 哦 这个就是一个保险柜 将近有两吨重 两吨啊 那么重 对对对 金条贵重的这些翡翠原材料 宝石呢 就放在里边 而且呢是弟兄三人三把钥匙 三把钥匙同时在一起 谁也不能擅自来开 对对对 那这个也是体现了当时家族的一个商业庞大 油帽和商号呢也是我们腾冲五大商号之一 一度成为了我们和顺近代首富 腾冲的商人呢 他不仅是置身在商业 同时还置身在政界学界 乃至他还要承担当时的社会责任 进行教育各方面的投资 学堂的新建 当时的和顺先进的这一部分人呢 才会去集资修建和顺图书馆 清代举人张德书 北大校长胡适提携管名饼 中法大学校长李时增 时刻恩华之金 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 题字明智泉源 诸多名人大家手笔汇集 中国最古老的乡村图书馆 和顺图书馆的地位 可见一斑 你好 这个图书馆真的是非常好 而且我看这里是非常明亮 都是有这个玻璃窗 我们要求它一个 宽敞明亮的一个业度环境 所以我们的家人 就在海外订购了这些玻璃窗 包括图书馆这个名词 都是一个玻璃窗 因为在中国里面 就有一个藏树楼 藏树楼可能是自己家的 不对外开放 对 图书馆的话 就对公共开放 任何人开放 1928年 产生的影响率很大 所有的人都会到里面 来试一提知识 因为那个时候 试一提知识的方式方法 也好 信息手段很少 这些卡式图包 所以这个地方 每天都是读者坐了满满 如果里面一来 是坐满了以后 他们就会把 坐到外面的台阶上 可以想象 当时的读书氛围 肯定很好 这个读书氛围 一直没有变 那这个图书馆 最重要的东西 这个书当初 是从哪儿来的呢 这个书 它的来源就藏在我们 这幅藏头对联里面 对 这里有幅对联 书自云边通气阔 暴来海外 起群离 我想想看 从这个字面意思来看 我猜 这个书是不是当时 是从外面带过来的 对对对 你猜对了 书暴来自云边海外 这就是当时第一批藏书 这个是上海商务印书馆 出版的两套大型丛书 第一套丛书叫丛书机船 第二套是万有文库 原来我们的图书 从上海订购以后 江湖轮船 印到香港 通过马利亚海峡 印到两缸 再用马帮把它偷回来 继续放在这个武器里面 绕那么大一圈 你过来 对对对 看着挺远 但是那个时候 一个半夜就能到达河瘦 如果走陆陆的情况下 三个得一 马帮之路 打开了腾冲的对外贸易 搭起了中外文化碰撞的桥梁 不仅装下了零次质笔的跨国商号 也孕育出和顺图书馆 这样知识普及和文化交流的 崭新空间 腾冲一度被称为小上海 而大上海从开步起就注定成为 近现代东西方人 交汇的大人 我所在的这个位置 上海的一江一河在此交汇 我身后近处的外白渡桥 始建于1856年 远处的陆家嘴三件套 浓缩着上海新世纪的高速发展 这正是上海这座城市 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最佳住建 世纪同框 今夕同在 沿着黄浦江岸线一路向东 15.5公里的杨浦冰江 是世界仅存的最大冰江工业博览带 中国第一座现代化自来水厂 杨树浦水厂就坐落于此 140多年过去 依然生机勃勃 吴长大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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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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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瞒您说 吴长大 其实我从小是在杨浦长大的 换句话说 其实我就是和杨树浦水厂的水长大的 但是我从来一次也没有进入过杨树浦水厂 很好奇 那我带你去厂房一下 太好了 太好了 走在杨树浦水厂 英式城堡建筑群格外醒目 当年英国工程师哈特设计的厂房 建筑上的年份记录着他走过的岁月 作为近代中国城市供水的起点 1883年8月1日 水厂正式开闸放水 自此 他走过的每一步都与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 而资历最深的一号出水车间 如今依然在为市民服务 一号车间 它是1881年开始建造 那么早 然后到1883年建成 投入使用 换句话说 它其实清朝建成的 对 武厂 我其实挺好奇的 就当时这个自来水厂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用一个词来表达 就是波光灵灵 它整个的水厂 都是水池 对 也就是说 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建筑物的 这是我们厂里的清水基金 清水基金 名字挺可爱的 当时时候是英国人建造的 包括我们还有阀门 也是英国人建造的 所以当时这个厂建造的时候 大部分的设备 都是蹭船 漂洋过海 然后到厂里来 通过我们慢慢地把它改造 吸收 改进 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其实我也很感慨 因为我知道 这个水厂 其实已经有一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了 那您是一个三十多年的老水厂人了 那您的感想是怎么样 因为小的时候呢 我也不知道自来水从哪里来的 自从进入杨树浦水厂以后 回到家里 我把水龙头打开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这是我自己做出来的品质 我是非常放心的 离开杨树浦水厂继续向前 我来到了杨浦滨江船厂段 脚下那斑驳的钢板 还是原来的模样 上面醒目地镌刻着船厂的前身 祥笙 锐荣 英联 和解放初期上海船厂各个阶段的历程 在这里 我遇见了正宗的船三代 上海船厂原副总经济师 葛军 葛老师 您是哪一年进上海船厂的 我是1978年 改革开放 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时候绍兴轮 中国第一艘出口的万灯轮 就那一年完工的 船下水是一个很隆重的一个仪式 我们都是像过节日一样 特别自豪 可以想象当时这块地方肯定是非常热闹的 浦东是总厂 这里是一个风厂 我们厂里有一个轮动 内部的一个轮动 对对上海就是我们独自一家 哦 葛老师 现在走到这个天台上 这个一号船屋和二号船屋看得很清楚 对对对 这个一号船屋现在是承担了那个 长江口二号的考古的这个研究 对对对 长江口二号古船屋 我真的看着它进来的 我觉得这个船屋过去是修船的 现在有一个古船到这里来以后把历史和现实融合在一起 非常好的一个创业 一路风风雨雨其实你见证了这个上海船长的历史 上海又是要打造这个国际航运中心 那你作为一个老上海船厂人你觉得站在此时此地有什么感想吗 国际造船业的皇冠上的三颗明珠呢 都自在上海的造船企业在建造 我们的造船工业通过引进消化国外的现金技术 经过我们自身的努力和不断的研发 培养了一大批的造船的大家 创造了很多的新中国的第一 我们现在已经处于世界的领先 我很自豪 杨浦滨江西方工业文明在这里留下了 它进入中国后最早的阻影 让上海成为中国近现代工业的发祥地 和新中国工业的摇篮 有荣乃大的海派成就开放包容的上海 汇聚世界的色彩斑斓 从古典雅治的江南园林 到千姿百态的万国建筑 从吴隆阮宇的婉转优雅 到世界艺术的齐奏交响 从本邦美食的农牛赤匠 到法式大餐的精致浪漫 无不彰显着这座城市对多元文化的热烈欲望 就是在这样的交流互建中 中华文明和西纳融合着外来文明的友谊成分 不断汲取自身赖以发展壮大的新资源新动力 一路行遍祖国东西南北 真正理解了古人所言 泰山不让土壤故隆成其大 河海不择细流故隆旧其身 包容是中国人心中的大力 是根植于民族文化的血脉 更是实现中华文明长期繁荣的精神圆权 河海不担心 河海不拥有物 河海不拥有秧 河海不拥有物 河海不拥有成天 河海不拥有其适的 河海不拥有权 河海不拥有套 河海不拥有 1981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